光臨 不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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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安静 是这个时代 特别需要的 因为是个特别喧嚣的时代 军求一种路径 让自己安静下来 因为安静才能思考 远离那些喧闹 那种噪音是无处不在的 保持一种自我独立的精神 设想从北京感到 这么一个非常特别的山谷里 你路途要经过 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一个山谷里面 你可以如意到音乐里 它应该是从这里生长出来 属于这个地方的 一种独特的一个环境 它既不是户外的 也不是室内的 把你保护了起来 就像个庇护所一样 这个房子我觉得是给予生意形状 我希望的一个设计 我希望让人能看见声音 所以这个枪体的体型 最开始就是从一个声音的 听觉的这个效果出发的 枪体上的洞 既考虑了看出去的风景 又考虑了声音需要被吸收掉的地方 你可以听到很多声音 缠绵 水流的声音 有无穷的可以想象的空间 如果没有音乐演奏 你听到的就是大自然的声音 自己的心跳 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事情 混凝土表面没有任何涂料 染色 保护机之下就是完完整整地 浇筑出来的混凝土的样子 在这样一个比较偏远的场地里 能够把这样一件作品打磨出来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奇迹 我们的生活永远是在这种矛盾复杂 和某一时刻你觉得这些复杂的问题 落到了一个简单地解决的地方 你会有一种喜悦 几乎是一种材料 就一种颜色 从里到外 从外到内 双向的雕刻 我就是出于本能的 对这些环境植物非常的热爱 我的生活离不开这些自然环境的东西 如果你要是实地去看我们的房子 你就会感受到 其实每一栋建筑 都有那种公园的植物 景观的植物 其实它不是一个对立的 它本来就是一体的 我觉得后疫情之后 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就是 我们需要建那么多房子吗 我们需要搞那么多的建设吗 这个生态环境在急速的话 不可否认是人类造成的 所以建设在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破坏力 我们怎么把建设从破坏变成改善 有节制的建造 要抑制一下这种贪婪 的建设在这种贫婪 我们的建设在里面是个人 在里面是一个一发的 我认为能有了 本来很大的当面就是 黑人也知道 有请不吝点自带 我订阅 我认为了 的这种贫婪 感谢观看